驯夫自杀西魏废帝元清皇后宇文氏 当元清还是太子时 全臣宇文太把自己的女儿立为太子妃 大统十七年五百五十一 文帝元宝具病死 元清即位 视为西魏废帝 宇文氏被立为皇后 元清与宇文皇后互敬互爱 相敬如宾 发誓要生死与共 但是元清认为宇文太这位老丈人 实在逼及太盛便与心腹命谋暗杀宇文太 不料机密泄露 元清被宇文太废掉 过了三个月 宇文太被镇杀 宇文视以为父亲是无视君主 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便对宇文太不满 提出强烈抗议 宇文皇后于公元554年 驯夫自杀